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 我是不想吃饭的迷迈 今天为了介绍一部下饭科幻片 虚空一介,一对男女从房子里跑了出来 枪声响起,女子中枪倒下 被追击者倒上了汽油,活活烧死 追击者们离开后,一个白炮人出现在这里 头上赫然印着一个三角标志 逃跑男跑出了森林 被巡逻的警察丹尼送到了一家 因为火灾即将搬走的医院 并且吩咐自己的手下打电话去联系他们 准备救护,他们到达医院后 护士们却说没有接到通知 但也没人多在意 这里只剩下少数病人、孕妇和一些医护人员 丹尼的妻子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 她在走廊上发现病房里有异痒 竟然看见护士拿着剪刀在戳病人的眼睛 然后血肉模糊的想要袭击丹尼 丹尼吓坏了,一枪打死了她 枪声引来了所有人 她立马前去医院办公室,打电话通报局里 却突然视线模糊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周景已经赶到了 她说丹尼带来的那个逃跑男 涉嫌重大雄杀案 将别墅当成了屠宰场 毒品前科累累 肯定是她给护士吃了什么东西 才导致护士突然发狂 丹尼继续前往办公室打电话通报局里 却发现电话打不出去 她去车里用无线电 却发现无线电也失效了 白炮人再次出现 向她冲来刺伤了她 她立刻跑回医院 这才发现整个医院都被他们包围了 与此同时,病房传来了逃跑男的惨叫 死去的护士已经变成了怪物 想要将他吞掉 丹尼立刻救出逃跑男 并把门关上 他们想要离开这里 然而现在父辈受敌 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开始的两个追击者也赶到了现场 拿枪对着逃跑男 对峙过程中 医生老头被逃跑男刺死 周景则被怪物拖走领了便当 孕妇的情况很不妙 妻子独自前往药品室拿物资 想让她好受一点 完全没注意到神后的鬼影 见妻子迟迟未归 丹尼前去找他 乘完办公室响起了来自太平间的电话铃声 接起来后发现 竟然是死去的老头医生打来的 他根本就没有死 因为受到了某种神灵的指引 他为了救自己死去的女儿 想借用丹尼妻子的身体复活 丹尼立刻带着两个追击者和逃跑男 去地下室寻找医生 原来是太平间的地方 竟然平白无故多出来一层向下的楼梯 他们从逃跑男口中得知 原来一开始逃跑出来的那个小屋 是医生在那进行某种仪式的地方 房间里堆满了尸体 追击者以为是逃跑男干的 所以一路追杀他 然而他们此刻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 甚至可以用地狱来形容 丹尼终于找到了妻子 妻子此刻却已经变成了怪物 他只能忍痛将妻子杀死 现在李老头复活他女儿 只剩下最后一个步骤了 几句咒语过后 一个巨大的怪物 从孕妇身体里破读而出 已经变成怪物的医生 竟然说这就是他的女儿 丹尼在最后一刻 带着医生一起跳进了地狱之门 医院外的白炮人消失了 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只剩下两个年轻人活了下来 丹尼走在世界的另一头 和自己的妻子相遇 这是一部非常有克鲁苏风格的恐怖片 画面极其中口 看完能多吃好几晚饭 肠胃不好的话 千万谨慎观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